大家好,欢迎来到剧集地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惊悚悬疑日剧 《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第二季第八集大结局 上集说到,主角团殊死一搏打败黑桃K 机智哥和金刚芭比结伴来到最后的红桃Q游戏会场 当无休无止的杀戮到达终点 人们又能否接受更残酷的真相 公主切元气满满地向机智哥和金刚芭比介绍游戏规则 他们接下来要玩的游戏名为锤球 这是一种流行于十九世纪因果的球类运动 机智哥实诚地表示 土鳖的自己不会玩这么高级的运动 公主切癫狂地笑着说 完全不知道规则也没关系 因为输赢不重要 要想通关这场游戏 机智哥只需打完三局锤球 中途不退出即可 这游戏规则简单地令金刚芭比怀疑人生 打完三局胜负不论就能通关 这有好的 简直和整个迷流之国生死一线的氛围格格不入 接下来 公主切简单地介绍锤球的基本玩法 每个玩家有一根木锤两个球 按照预先安排好的顺序 击打这两个球 通过六个球门 在另一个参赛者赢之前 让球碰到终点柱 比赛极为结束 由于这比赛输赢无所谓 因此 机智哥毫无负担地 陪公主切打完了第一局 第一局公主切胜利 机智哥只想赶紧完成剩下的两局 然而 这游戏打起来格外漫长 金刚芭比血流的越来越多 但公主切却仍不紧不慢 机智哥暗自吐槽 就凭公主切这个打法 这游戏永远结束不了 他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 但即使公主切再能拖 游戏终有结束的时候 第二局 以机智哥的胜利告终 公主切又搞幺蛾子 请他俩喝茶 男女主表示 谁想和你喝茶 老子只想玩游戏 但红桃Q的地盘 公主切说了算 这茶不喝也得喝 机智哥想趁此机会 向红桃Q套出点情报 金刚芭比提醒机智哥 想从玩弄人心的 红桃Q嘴里套话不靠谱 还是赶紧玩游戏是正事 不料 红桃Q竟然坦荡地表示 自己愿意告诉他们答案 公主切神神秘秘地向他们讲起 科技与狠活的未来世界 十年后 虚拟现实将会成为人类的主要娱乐方式 五十年后 人类的癌症会因基因工程而治愈 人类的寿命将会延长 五百年后 人类将会得到永生 而他们 正是来自一千年后世界的未来人 机智哥和金刚芭比不明觉厉 机智哥仿佛真的透过公主切背后的白玫瑰看到了镜头 而镜头后是他们的本体 迷流之国的他们 实际上是在沉睡状态下玩的虚拟游戏 而公主切是这个游戏的系统管理员 见公主切那意念严肃的样子 机智哥和金刚芭比差点就信了 谁知 公主切忽然笑场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瞎编的鬼幻 机智哥的耐心逐渐被耗尽 这女人的废话也太多了吧 然而公主切煞有介事的揭晓接踵而至 她指出现在的城市几乎被植被覆盖 而这些都是外星人带来的 他们抓住人类做实验来玩这些游戏 也有一种传言说 地球上发生了一场核战争 导致地表无法供人类生活 于是 有权有势的富人给机器人植入了虚假记忆 让他们在地球表面玩游戏 而他们躲在背后下注谁能存活 又是未来世界又是机器人 机智哥忍无可忍 殊不知 他正在一步步走进 红桃Q华丽的谎言陷阱 公主切见机智哥如此热衷于 为死去的朋友寻找真相 他又告诉了机智哥一个残忍的秘密 红桃7游戏是我想出来的 机智哥一听 瞬间激动地举枪对准公主切 因为他正是在红桃7游戏里 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 泰米哥和摸鱼帝 原来公主切就是罪魁祸首 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瞬间 他忽然反应过来 这是公主切的阴谋 如果他现在杀死公主切 那么游戏永远结束不了 没有参与游戏的玩家 等到签证过期后 全都会死 机智哥自以为看穿了公主切的诡计 公主切在他期盼的眼神中 开始认真揭露这个世界的秘密 尼流之国并非真实世界 而是一个幻象 机智哥能在这些荒唐游戏中存活 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这是机智哥脑海中的想象世界 机智哥的世界因为太过震惊 仿佛禁止在这一刻 公主切趁热打铁说 机智哥在失去朋友后失忆 而他是机智哥的精神科医生 公主切的话 让机智哥猛然穿到一间治疗室内 金刚芭比在这里是他的病友 机智哥在公主切得寻寻善诱下 终于想起了 那天看到烟花之后发生的事 汉妮哥和墨鱼帝 齐齐丧命在车祸中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 机智哥的记忆顺藤摸瓜 想起了妈妈去世后 他虚度人生的颓废生活 他为自己这个 没有人生追求的废物 活下来而自责 金刚芭比见机智哥的心智 被公主切瓦解 他赶忙过来 试图叫醒机智哥 但机智哥已经沉浸在 公主切设定的场景中 无法自拔 公主切瞄准机会 问机智哥是否要退出游戏 金刚芭比在千军一霸之际 打碎玻璃杯 他企图用自己的生命唤醒机智哥 鲜红的血从金刚芭比的手腕流出 推然躺避的机智哥 脑中闪回过一幕幕的游戏会场 任凭金刚芭比血流成河 机智哥也没有恢复意识的迹象 因为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金刚芭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劝慰他 活下去无需理由 他们两个相互扶持就已足够 失血过多的金刚芭比 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公主切以为这局游戏胜负已分 机智哥一定会放弃游戏 不料 机智哥竟然缓缓将手伸向了金刚芭比 公主切大为震撼 当机智哥坚定地向他说出 我们继续游戏时 公主切竟然感动地哭了出来 机智哥突破幻境时已经夕阳西下 大boss公主切被主角二人的爱感动 拱形斩在主角光环的爱情里啥也不是 落日余晖中 公主切做出和机智哥继续玩游戏的决定 这也意味着 游戏的每一秒都是公主切生命的倒计时 机智哥耐着性子陪公主切玩到深夜 反正他都要死了 不如哄他开心 这局最终公主切赢了 他开心地像个孩子 在迎接死亡时格外优雅 他到最终也没告诉机智哥 弥留之国是什么地方 只告诉他 无论在两个选择中选择哪一个 机智哥都会知道最终的答案 随着一道从天而降的雷射带走公主切 弥留之国的全部游戏宣告终结 绚烂的烟花腾空而起 为幸存者绽放最璀璨的庆祝 天空中响起电子音宣布选项 幸存的玩家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成为弥留之国的公民 应喊宿国和单腿妹子 奄奄一息的水姬和安静 淡定的白毛 没事找事的久木 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 而享受游戏的西装男和杀人犯则接受留在这里继续随心所欲 机智哥和金刚芭比手牵着手 以在婚礼上书我愿意的口吻说出 我放弃弥留之国的永久居住权 画面戛然而止 机智哥再反应过来时 又回到了和叛逆哥摸鱼顶插科打混的日子 叛逆哥官方吐槽 机智哥没有一场游戏是单靠自己通关的 机智哥也决定用队友祭天换来的生命好好度过余生 画面一转 回到机智哥进入弥留之国的那天 热闹的色谷熙熙攘攘 彼时没有交集的主角团与同一时空散落在人群 一道火光划过天际 众人茫然地望向火球砸向大楼 轻刻间 色谷煞时沦为一片废墟 原来那颗火球竟然是坠落的陨石 陨石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包括叛逆哥 摸鱼顶 和众多在游戏中丧命的玩家 机智哥在抢救回来后被告知 他的心脏曾停了整整一分钟 这一分钟 让机智哥感觉无限漫长 他好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待了很久 同样情况的 还有白毛 九木 单腿妹 宿国 安静 水姬 他们不记得那一分钟 他们是如何在弥留之国闯出一条生命 但他们的人生 注定因为这次死里逃生 发生质的改变 对生命意义的叩吻 与家人兵士前贤 大难不死 换一场旷世大团圆 机智哥在医院里邂逅了金刚芭比 现实世界中初次见面的两人却似曾相识 机智哥不怕困难 勇敢搭讪 他们在《弥留之国》的故事结束了 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缘分刚刚开始 一阵风吹过 牌桌上的扑克牌尽数散落 只剩一张从未出现过的鬼牌 戏虐地看着人间 也许正如红桃Q死前所说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而这场游戏的难度是 Joker 至此 日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第二季的全部故事就结束了 无限流生死大闯关 到这里也夹掌而止 纵观这场斗智斗勇的求生大作战 鼓励闯关的黑桃游戏 体力碾压一切 团队合作的梅花游戏 让人做好队友随时牺牲的觉悟 烧脑的方块游戏 体验智力的极限 玩弄人心的红桃游戏 发出人性的拷问 形形色色的人头牌游戏 为玩家的交锋构筑血肉 主角团中的每个人 都是现实世界中 常规意义的失败者 但他们却从未放弃 对现实和真相的追寻 《弥留之国》将最真实的人性 编织在游戏中 人们透过游戏 洞悉生命的意义 在生死的缝隙里野蛮生长 然而 九死一生的《弥留之国》 尚有规则束缚游戏的走向 现实世界 却没有明确的规则可言 难度最高的游戏 永远是最真实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剧集体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